乌克兰军队每天损失300多架无人机 没有中国产品 他们就没法打仗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田少 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 被认为是一场无人机重塑制空权的战争 多悬疑无人机的大量使用 对传统意义上的制空权构成了严重挑战 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微观战场的态势 可以这么讲 哪一方能够更好的使用从中国采购的多悬疑无人机 就能够在局部战场构建出态势感知优势 甚至还包括非对称打击优势 因为商用无人机既能当侦察机使用 也能当迷你轰大机来用 虽然包括中国大疆在内的无人机企业 拒绝向俄乌双方出口无人机 虽然中国出口给其他国家的无人机 在使用上都有设定的限制条件 但是俄乌双方如果买到了中国无人机 无非就是存在着在第三国解锁的问题 我们通过网上公布的视频数量可以发现 俄罗斯军队在无人机的使用量 以及使用效果上明显不如乌克兰 因为俄罗斯要想在世界市场上搞到 中国的民用无人机要比乌克兰困难得多 英国发布的报告称 乌克兰军队无人机每个月要损失一万架 这个数字很夸张 也能证明双方对商用无人机的依赖 一家英国军事事库发表的报告称 乌克兰每天损失300多架无人机 每月损失将近一万架 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军队的电子干扰 虽然这个数字可能不完全准确 但是也能证明一点 乌克兰使用数千架廉价的无人机 远比几架昂贵的喷气式战机 更具可持续性 该报告透露 俄罗斯军队在顿巴斯前线 每几公里就要部署一套 针对无人机的电子弹系统 通常部署在距离前线 不到十公里左右的位置 俄军还广泛使用了 能够干扰卫星导航定位信号的电子设备 让一些低端无人机难以返航 不过中国企业推出的最新型的商用无人机 已经具备了依据其原先的飞行路径 自动返航的能力 该报告的作者之一 杰克沃特林博士发表了一篇题为 《战争中的数字的帖子》 他在这个帖子中指出 俄乌战争是在1200公里的战线上进行的 现在乌克兰的每个牌都使用无人机 而且绝大多数是大疆公司制造的商用 多悬翼飞行器 一万架这个惊人的数据 是他从乌克兰总参谋部获得的数字 但是并不算特别精确 因为乌克兰人的无人机来源特别多 有集中采购的 还有的是志愿者团体 外籍人士和外国捐助者以及政府捐赠的 今年3月份的时候 一名乌克兰军官将无人机的损失 定为每天10到15架 或每月300到450架 由于长期的供应问题 俄罗斯部署的无人机明显少于乌克兰 乌克兰军队的电站效率也不高 你也可以理解为 乌军一边大量的损失无人机 一边大量的使用无人机 就像吸毒上瘾了一样 而俄罗斯使用的无人机数量比较爽 但是拥有更强大的电子弹能力 去克制无人机 因此双方在战场上 总算是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 有人会问 一个月损失1万架无人机划算吗 还真的很划算 1万架四旋域无人飞行器的平均成本 总数相当于1000万美元 而上周 俄罗斯损失了一架苏34轰大机 其标价超过了4000万美元 而苏35的单价更高 达到了8500万美元 俄军直升机的平均单价也高达1000万美元 乌克兰很容易获得大量的中国生产的多悬翼无人机 而俄罗斯在建造大型军用飞机方面 则没有那么容易 此外 战斗机的损失往往是无可挽回的 而无人机的损失还有机会回收 当那些消费型无人机受到干扰 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去与操作员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时 会尝试着返回到最后已知的通讯位置 或者是无人机的返回点 如果GPS导航信号被干扰 那么他们也可能会选择在任何地方软着陆 当然被干扰的无人机可能最后成了俄罗斯军队的猎物 现在大量关于乌军多悬翼无人机攻击俄军阵纪的视频表明 电子干扰甚至未能阻止一些最新型的多悬翼无人机在前线的使用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 乌克兰军队正在研制一种小型的反辐射自杀式无人机 他们可以追踪那些干扰信号员 看来乌军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捍卫自己使用中国无人机的权利 未来一些抗干扰能力更强大的商用无人机有可能会出现 这将进一步迫使包括俄乌两军在内的各国军队都大量装备商用无人机 中国企业发财的日子还在后面 好 今天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